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到多瑞丽花园中的池水也都结冰了 正是太阳升起的清晨 安安静静的花园别有一方风味 多瑞丽花园是巴黎第一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公共花园 由法国亨利二世的皇后凯瑟琳·德·美蒂奇在1564年所创建 1667年首次对公众开放 它是一个长方形 占地25公顷 东街卢浮宫 西街协和广场 南陵塞纳和北陵里沃利街 现在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并且成为香榭丽社大道中轴线的起点 下一集我们会去到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去参观那里的一个临时展览 欢迎时间 法国巴黎